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大翻車 各國華人網友齊噴大使館電話從未打通過 謠言禍眾 幕後黑手被揪出 習近平的廢話文學超能力 不惜激怒中共 美國歷來首度大動作 快訊!克里姆林宮首度明確表態 歡迎來到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30號 星期三 亞洲時間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不到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請訂閱支持我們的頻道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大翻車 各國華人網友齊噴 大使館電話從未打通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8月28日 中共人民日報稱 大量日本騷擾電話打進中共駐日本大使館 然而 讓中共想不到的是 眾多海外華人網友紛紛表示 中共大使館的電話一直都是打不通 有網友說 中國使館電話現在打得通啦 我和朋友們在歐洲某國過去幾年中打過上百次使館電話 從未打通過 讓人感到吃驚的是 這一留言竟然獲得1287次點讚支持 顯然 這條留言引發眾多海外網友的共鳴 一位網友介紹說 首爾大使館疫情期間半年打過不下100通 只打通過一次 保真 護照換新8個月 而另一位則開玩笑說 通一次你還不偷著樂 還有網友說 我也沒見過朋友能打通大使館電話 見到小紅書的出遊攻略 寫上大使館電話 真心笑人 其他網友紛紛表示 奧地利也打不通 我在英國我也打不通 美國的也打不通 洛杉磯四個電話都沒人接 尤其打電話給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也是一直打不通 誰能告訴我為什麼 烏克蘭也打不通啊 還要裝日本人才不被當地人認出 從這條留言可以看出 由於中共的所為 讓身處烏克蘭的中國人處境尷尬 甚至受中共所累 一位網友就《人民日報》言論嘲諷說 這要看使館電話有特殊識別裝置 只有日本人能打通 中國人打不通的 而另一位氣憤的說 看到國內有報導 說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被電話騷擾 我真的生氣了 憑什麼你們一打就通 我打了幾個月都打不通 妖言禍眾 幕後黑手被揪出 過去近一週來 在官方助推下 由核廢水排放引發的反日情緒在中國民間飛漲 一張圖表開始在中國的社媒上傳播 這張白底紅字的圖表寫道 日本政府為排放核污染水的公關預算700億日元 最初發布這張圖表和相關指稱的微博賬號 《預言談天》稱 這一數據來自日本廣播協會 不過 日本廣播協會的原報導和相關英文報導的內容都顯示 這一700億日元的費用 只是日本外務省為下一財政年提出的預算的一部分 並不是已經被投入使用的資金 日本時事通訊社的報導稱 這一700億預算將被用來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虛假信息 美國之音報導 預言談天有著超過200萬粉絲 這一帳號自稱是資深財經記者 位置在北京 性別為女 分類為個人帳號 註冊於2019年 預言談天2022年底對中國駐美使館公使景泉宮進行了專訪 專訪內容被中國駐美大使館發布在了其網站上 這篇文章將預言談天稱為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新媒體 預言談天也在央視的網站上擁有自己的頁面 一篇2018年的微信文章給出了預言談天的更多背景 在這篇由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發布的文章裡 時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副臺長的孫玉勝 在談到總臺在媒體融合發展上的成績時 指出他們創新培育央視快評 國際銳評 預言談天等評論言論和自媒體品牌 作為以融媒體手段創新主題主線宣傳的體現 雖然預言談天幾乎從不提及自己的真實身份和背景 但這一帳號其實從一開始就給出了自己和央視有關聯的暗示 在位於北京的中央廣播電視塔對面坐落著一個湖 湖的名字就叫做預言談 習近平的廢話文學超能力 據中國官媒《新華網》報導 中宣部會同教育部組織編寫的高校教材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以下簡稱概論 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 從週二8月29日起在全國發行 報導指出 概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權威用書 對於更好用黨的創新理論 蛀魂育人具有重要意義 但消息傳出後 在中國網路反火牆外的社媒上對此事充滿批評和諷刺 美國人權機構《中國人權》在推特上評論說 均不見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在把中國帶向災難的深淵 習近平的專制獨裁就是由這些部門一個個抬教子的官員共同造成的應被追責 另據本臺《粵語部》報導 臺灣龍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分析說 中國目前內外教困 所以要增加政治理論課教育 穩住從年輕人到黨員幹部 習近平概論 寫入教科書就是其中一環 有網友諷刺這本書說 能夠把簡體中文這門語言 徹底變成廢話文學 其實也是一種超能力 不惜激怒中共 美國歷來首度大動作 拜登行政當局星期三8月30日通報國會 已在對外軍事融資項目下批准一筆8000萬美元對臺灣的軍事移讓 美國國務院說 這些物資將被用來通過聯合與合成防衛 強化海域感知及海洋安全能力 加強臺灣的自衛能力 美聯社首先報導了這一消息 看到這份通報的美聯社報導說 這是美國歷來首度在這個通常保留給主權獨立國家的項目下 批准對臺灣的軍事融資 儘管金額只有8000萬美元 而國會已經批准的資金最高可達20億美元 不過它仍然可能會激怒中共 通報上說 可能被包含在內的裝備 包括空中及海岸防衛系統 裝甲車 步兵戰車 無人機 彈道導彈與網路防禦以及先進通訊設備 通報還說 防護裝備 各種小型中型與重型武器系統 彈藥 裝甲和步兵戰車 也可能被包含在內 除了這些設備外 對外軍事融資也可能用來支持臺灣軍隊的訓練 快訊 克里姆林宮首度明確表態 克里姆林宮30日表示 調查人員正在考慮 瓦格納集團首領普利格金坐機空難 可能是遭到蓄意擊落的可能性 這也是俄國首次明確表態 普利格金可能是遭到暗殺 根據路透社報導 客公發言人佩斯科夫告訴媒體 顯然目前考慮的有不同的版本 包括蓄於暴行的版本 各位知道我們的意思 有媒體問到 國際民航組織是否會調查這起墜機事件時 佩斯科夫表示 這情況有所不同 調查人員尚未就到底發生了什麼 得出正式結論 佩斯科夫說 讓我們靜待我們俄羅斯調查的結果出爐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中共幾代掌權密集 源自這項與人民的隱形交易 政權底部不穩 中共培訓全國基層幹部效忠習 癱瘓莫斯科航空交通 這只是序幕 突破防線 烏軍反攻南部有斬獲 摧毀8戰機 受困俄軍烤老鼠衝擊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感恩 Mayor Ian